为什么饭店里面的酸菜鱼特别的好吃 特别的下饭 汤也特别鲜美呢 今天能力教给大家 先把酸菜给他洗一下 给他切成这么大的块就行 锅给他嘴热乎了 然后往里面加凉油 看到这啥了没有 猪油 家里面没有猪油的可以不放 野山椒黄灯笼酱椒姜片 给他爆一下锅 给他炒出辣香味了啊 围到辣香味以后 然后把鱼骨头给他下入 给他煎一下 这个环节啊 千万千万不敢省略了 鱼骨头给他煎一下啊 这一会儿熬出来的汤 特别好喝 给他煎成这个熊样 然后下入酸菜 再象征性的翻炒五六七八下 然后往里面添水啊 水一定一定一定要添堪水啊 添上堪水 它汤容易白 看到没有 汤立马就白了 这样熬出来的汤 特别好喝 加入盐 鸡精 味精 胡椒粉 用水稀释一下啊 这你要不稀释 胡椒粉往里一放 嘎 抱团了 这个酸菜鱼啊 离不看野生椒水 还有白醋啊 这酸辣味得然上去了 开中大火 把鱼骨头里面的椒椰蛋白给它冲出来 这汤就特别好喝了 给它煮到啥程度啊 看到没有 捞出一块鱼肉来 枯刺一掐 过去了 然后给它捞出来 垫入培底 然后关最小的火 把鱼片均匀的给它下入 一定不要开大火啊 你要开大火的话 一冲 把鱼片上的鸡蛋淀粉全冲掉了 汤也不好喝了 鱼片也不好吃了 注意手法啊 轻轻的推一推 让它受热均匀 定型开锅以后 给它煮上个五六七八秒钟 赶紧往出道 倒出来以后啊 上面放点盖辣椒段 还有花椒粒 用热油唰的一声 这小味等下上去了 要想生活过得去 头上必须来点绿 这不就好了吗 虽说老弟不能陪你一声 带着你的胃 满满灯灯 有花椒粒